麥松菊威士忌他們在法國算是歐洲酒界的先驅吧 目前已經有60年的歷史了 2011年開始的品牌叫做 Artis 那顧名思義這個系列的酒標都是請藝術家來合作 每一年只發行一系列 那就是由一位藝術家去做設計 所以你可以看到像比如說像這一款的話是2018年 2018年的版本 他的作品都是由同一位藝術家去做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每一張酒標都是有連貫性的 然後這個系列最大的特別就是 他全都是單桶維持機 而且都是Cash Frank 就是在裝品前沒有加水稀釋 對 那一直到2018年 這個系列2011年開始到2018年出了第八個版本的時候 他們把這個系列又拆了一個仔細列出來 2018年的時候會先出 他們先出的是這個 Artis Sharing 對 這個是他們算是最早的威士忌品牌 也算是在 即使在今天也算是一個滿高端的 對在歐洲市場也是 那他們在2017年的時候 發行的這個系列叫做 Artis Collective 那這個系列最大的特點是 剛剛我們提到 Artis 系列的話它是 Single Cast Cash Frank 那這個系列的話你可以看酒標這邊 每一款酒一樣都是 Single Mont 年份在這邊 然後呢它是蒸六年 但是它會告訴你說這款酒它其實是用三個 Cask 去做調和出來的 對比較像是我們熟悉的 OB 的基本款 它是用好幾個桶來去調和 那另外它一樣會告訴你說 這款酒它是用什麼橡木桶 像舉例來說這款Ledic它就是用國根地的 對同舊桶去做飛檢訊過桶 那這個系列的話 有一些是有西式決心堂 有一些還是會保留Cask Frank 那17年到現在一共出了三版 對 17 18 18 還有另外一個比較特別的是 這個系列它的酒標 你可以看到 這邊是同一版 同一年出的 所以呢 它每一個 一個系列裡面的每一個酒標 其實是從不同的藝術家合作 藝術家會找一些比較親銳 會有一些年輕的藝術家去做射擊 所以概念上 跟之前我們剛剛介紹的 AUTIE 的時候 它是有做出一個價格上的殺菌 對 這邊算是比較親銘的系列啦 這個是英國的一個裝品商 叫做 Live GQ Whiskey Company 對 那它們最大的特色就是 它們把每一間酒廠 背後的故事 或者是這個酒廠名 或者它的歷史可以 想出什麼梗來 它們就把它放在酒標上 所以用畫的來呈現 對 用斑畫的方式呈現 這也是它們一個最大的特點 因為 它們這個設計師 它們這個插畫家 其實是 它們自己令號 哦 所以它們是有一個固定的插畫家 固定的插畫家 在幫它們做 Liveling這樣 那 舉例來說 像這一款 Venria 這間酒廠 它是現在蘇格蘭少數 還有在做 人工發賣 的蒸養廠 人工發賣其實 在算是以前的 比較古老的一個做法 那那個時候 其實人工發賣 顧名思義 人要拿著鏟子 就比較耗費勞力了 非常耗勞力 而且你做久了 會有職業傷害 就像 做久了 你的肩膀會垂下去 就很像猴子那樣 所以呢 在業界 它們就給 這樣的供了一個 呃 算是開玩笑來 一個昵称叫做Monkey修的 哦 因為它就這樣垂下來 所以 它就把這個 酒廠 畫一隻猴子 然後呢正在做販賣 這個系列 非常有趣的就在於 它的酒標 尤其是你 今天看到很多 裝瓶商 或者是品牌 它們的酒標 其實大部分都是 比較走傳統路線 就是把酒標 直接印在上面 對 那 它們的話 反而還有背後 還有 它酒廠的故事 都在裡面 都有小國旗 好可愛 這個是真的可以在上面找國旗 每一個都有國旗 所以這台灣的款 台灣才有 對 台灣限定 這個德國中品商叫3C Bar S-A-N-S-I-B-A-R 對 那他們3C Bar你去德國的話 其實你會看到3C Bar的牛仔褲 3C Bar的餐廳 他們其實最早的事業不是在做威士忌的商餐廳開始 那選酒人他其實是這個餐廳負責選葡萄酒 那後來因為他自己也喜歡烈酒 然後再加上世界就是威士忌的風潮開啟 所以他們也開始做了烈酒裝飾 那像比較特別的是這個系列的酒標 它其實都是酒標背後都沒有跟你講酒廠 但它把故事 也是用畫作 全部都放在酒廠 這個酒標上面 像這一款的話就是它 為它像過去波莫這間酒廠致敬 因為波莫曾經有出過像帆船作為酒標的酒款 對 那這款你可以猜猜看 這款應該蠻常見的 哪一款你說 這款 麥卡倫嗎 麥卡倫雙月嗎 對 但是也是不能講的酒廠 因為它後面並沒有標示任何一個跟麥卡倫相關的酒廠 但它就直接畫得蠻像的 然後上面這個系列的話是我們 自己東方面跟他們3C Bar做的Join Bar的聯合包桶 對 那一年的話就是一個版本 酒標上基本上也會盡量找一些相似度 有連貫性的圖案作為酒標 像從這邊就是我們去年發 2019年發行的Join Bar的系列 其中一款也是我們去年 Whiskey Life 10週年的大呼吸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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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